看一下猪雀对着ACT的第三局下半场 这边取悦宝瓶就能赢啊 所以掏出了一个宝瓶级的红夫人 这个红夫人怎么说呢 我上来就跟大家讲了 那有可能是红夫人跟守夜人 对吧二选一 然后呢有观众说 诶 蜘蛛我想蜘蛛也可以啊 蜘蛛宝瓶也可以啊 这时候有观众说 诶 使徒行不行 我想哇 取悦的使徒可以啊 对不对 使徒抓古董商 古董商操作空间不大的 对不对 牛仔过来欧逼我放只猫沉默 你稳稳的挂飞 一个开门战留一个使徒好啊 结果 红夫人 能打东西太多了 主要留给取悦的选择确实太多了 这把的话 这个红夫人 当然我想了一想的 其实我觉得红夫人 不是特别好 我觉得红夫人不特别好 红夫人 为什么不是特别好呢 就是 倒不是分析和判断 而是历史数据里面 红夫人 想保平的红夫人啊 打这些阵容 往往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你就是红夫人打的 你说 各方面操作都不给机会的话呢 其实没什么关系的 这个红夫人保平很好保的 但就怕是中间当中 比如你空一个镜子 哇 这很急了 急了以后呢 就会出现一些恶性循环 这边的话找牛仔 牛仔的话是个飞轮 这把穷者 好像是判断到了取悦这一手红夫人啊 带的是一个三飞轮 祭司一边连上大洞 牛仔这边等你 好 小皮鞭 怎么说 一刀打中 飞轮CD没有好 那这边的话 直接穿大洞走嘛 穿大洞走 红夫人这边切过来 先打洞 打完洞 打牛仔 那边因为你是浇掉镜子的 所以说你这边赶过来 是不可能赶得到的 牛仔可以被摸满 这边的牛仔是浇了个飞轮 诶 他飞轮为什么浇了呀 摸起来 这个飞轮真没必要呀 这波飞轮闪现起祭司 那还行 没抓这牛仔啊 这样的话 祭司如果说利用一个飞轮 能够躲掉镜子 进大防牵制的话 其实这个局我觉得还可以的 现在的话已经1分40秒了 因为球者这边是连了波大洞啊 大洞呢 虽然说断了红夫人的一个上挂节奏 但是也断了球者的一个修机节奏的 他们机子就慢了呀 像总量加起来修了一台半 红夫人这边抬镜子啊 这个位置其实交飞轮好像也走不掉啊 看一下古董商来了 飞轮一棍漂亮 但是这个地方的平行镜 那真得看这边古董商的一个 而且这个镜子 你别说这个镜子对于 球者来讲 古董商那边操作不了的吗 你有可能被打气球刀的 完了呀 这波打完 这祭司 倒地 机子不够的 机子不够的话呢 待会儿再看就是一定要打了 OB为古董商和牛仔 能有什么样的发挥了 这边抬镜子 往外找 拥兵转 拥兵跟护臂跳 要将这边还是比较稳的 那这边吃一刀把人救下来 主要现在核心问题 这密码机差的有点多 这波一定打 这波一定打 就看怎么打 牛仔现在27秒的飞轮 状态的话没补 那就是让古董商 先来打一波了 这边古董商想保 看这波古董商 能发挥成什么样子了 因为红夫人这边镜子是交掉的 镜子是交掉的 所以说这边古董商 有大概30秒的一个 20秒的一个无敌时间 就你红夫人镜子交掉 你现在拿我古董商无解 我有飞轮有棍子 你能拿我怎么地 两棍 还剩一棍 这边的红夫人镜子CD是好了 但是你想牵 这边再补一棍 哇 这一棍打的 这古董商这一棍打的有点溜啊 那抬个镜子古董商得吃一刀了 吃一刀以后走 牛仔机子修掉 但牛仔是个半血 还想打吗 还想打 好家伙 再扛 红夫人这边镜子又进入CD了 古董商这边又有操作空间 还能打 雷格西这把的古董商要命了 我 再扛 我扛 终于扛到了 而且扛到了什么兄弟们 扛到了这边祭司的飞轮CD马上好了 转个镜 这边祭司走 转镜已经交掉了 这波可以逼出红夫人的闪现了 他进交互点是不是可以逼出闪现了 这边 蓄力闪现 但是穷者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他们状态比较残密 马迹又不够 应该是傭兵来救一波 然后三岁的牛仔过来打 这边的话应该抬镜子 三岁这边可能要逼出飞轮 有没有机会能逼出飞轮 逼不出飞轮的话 牛仔待会有飞轮过来打架 其实也厉害的 现在他古董商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再修机子了 傭兵这边过来救人 我觉得牛仔也得过来了吧 傭兵救下来以后应该是帮帮扛刀的 先拖 先拖 牛仔想把这台机子修完 你不要着急救 对吧 等我把这台机子修完 这台机子修完我就过来打架 这台机子修完我就过来打架 红夫人两秒钟以后有镜子 祭司的话手里面两个洞 抬镜子不太好抬 这个位置的话视野不够清晰 祭司往后走 红夫人这边镜子没抬到 转 转过去 但是祭司有个洞 这个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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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仔应该来了 牛仔来了 牛爷爷 牛爷爷来了 祭司两连穿洞 牛爷爷来了 牛爷爷 这波 牛仔先勾 权力保 傭兵这边的话 交自己起机子 古董商这边机子修完 抬进 一刀 牛仔倒地 祭司的话能不能上二楼 这个身位 红夫人好像砍不到这一刀啊 只能跟傭兵这边交自己 切 祭司上二楼了 留给红夫人的时间 我们来算一下 因为机子还没有摸到 所以说呢 这边好像还得再帮忙扛 机子还没摸到 红夫人这边的话没有闪现的 祭司这边队友帮忙扛 又是雷格西 又是这个古董商 抬镜子 能扛一刀吗 祭司穿洞走了 一刀 先把洞打了 这个洞打完 好像机子就够了呀 传送了 管密码机了 球人这边的话 那开始补状态 这把要注意啊 虽然说红夫人现在看似 要被打出一个四人开门战 但是你们要注意什么呢 这把红夫人 打出了三个自起 牛仔 拥兵 古董商 全交自起 侧把的古董商 封神了 侧把的古董商 封神了 兄弟们 祭司古董状态 补起来 这边的话三岁起心机 祭司手里是有大洞的 佣兵倒地以后 祭司跟佣兵连大洞好了 我觉得这波祭司 连个大洞 这祭司就无敌了 红夫人就拿这个大洞 没有办法了 牛仔这边摇着小皮鞭 有飞轮 有钩子 来三岁 一钩先拉走 上距离拉开 手里面还捏有一个飞轮的 飞轮 没交 这个飞轮是留到开门战 反正我没上过挂的 这里的话是古董商 过去摸佣兵了 应该是 古董商过去点击子 摸佣兵 然后让自闭这边来救人 可以啊 而且打到开门战 这边甚至还有个大洞什么的 红夫人这边挂上人以后 回头赶 赶过去 那祭司大洞救下牛仔 救下牛仔以后还能补状态 我觉得这个时候 穷者还是需要补状态 还是需要补状态 回头 回头找 回头找 取悦这边是打了一个新的传送CD出来 牛仔这边的话 一个小钩 加速飞轮 哎呦 这一波雪炸呀 也不叫雪炸吧 雪亏 鞭子浇了 飞轮浇了 没能扛到这一刀 而且这边还有个地下室 没挂地下室 他们这边的机子 倒是能压好 这波牛仔没有飞轮很伤 牛仔没有飞轮很伤 这边的话想打佣兵 佣兵手里是有个护臂的 这个时间拖下去的话 对于红分人来讲呢 红分人能拖出下一个镜像 然后对于穷者来讲呢 飞轮能不能拖出来 这个飞轮 穷者里边他该填门的填门 该翻箱子的翻箱子 该拉大洞的拉大洞 密码机点亮 用并一个护臂 这边的话两秒钟以后 镜子看这波 要将跟取悦的单挑solo 护臂也跳 哎呦我去 直接传 所有人在往这边赶 看到祭司 祭司手里面有飞轮两个洞 红分人现在手里面没有镜子 至少这15秒钟时间 红分人没有办法击倒这个祭司 待会看啊 自闭的飞轮交的怎么样 因为现在这边祭司 在一个洞 一刀 哇 这一刀帅 炸天 这一刀帅 炸天 但是红夫人击倒这边的 祭司挂飞以后 赶过去那边的门开了 全员在冲 红夫人10秒钟 10秒钟应该是抬不出这个镜子了 一勾 先把那个傭兵勾走 然后呢 古董上有飞轮 完成三跑 大家注意到没有 赛前有个逼解说说 这局会多跑 为什么 不知道 纯粹是数据库 每当遇到这种局面的时候 掏出红夫人都被三跑 这就叫冥冥中 自有定数 这就叫冥冥中 就叫冥冥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